換我回圈不是會一直跑 那跑的進度不就是可以換算一下 就是100% 等它跑完的時候 表示這裡已經全部載完了 那這樣不就感覺上有個進度在跑 應該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假設你的比數特別多的時候 就是你把它當成100% 然後更新到哪裡讓它更新 那這樣User的話 就比較知道說你的database 到底載到什麼樣的進度 那這裡的話我想 當然用講的比較快 但是實作其實一定是做得出來 絕對沒問題 你可以把這個範例跟剛剛那個會KK的範例 有沒有就是按下去它有沒有 它沒有回應 那你可以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會有那個效果出來了 至少讓User知道說 你跑到哪裡了 跑完了 那個data也秀在你底下的testview裡面 這樣的話會感覺比較OK 不然的話 User也不知道說你按下去之後的話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 Widget裡面有一個是會轉轉的 有沒有 一直轉轉轉那個Widget 你也可以利用 如果說你不想要一個bar的話 那你就是讓它轉轉轉轉轉 沒有一直轉一直轉 好像催眠一樣 那也是OK的 所以這兩者就是執行序跟around的 然後跟前面的 我想只要會讓User需要等待的時候 就需要另外開一個執行序 讓這個你跑的進度可以在上面顯示 即便是百分之幾也OK 有沒有 你可以用數字顯示也OK 那要能夠顯示這個進度的話 需要一個handle 那這個handle的話 就可以幫我做兩件事 一個是更改testview上面的訊息 一個是更改bar上面的訊息 那最後結束之後的話 我們多做一件事 其實在2.x的版本 會需要在ondetroy裡面